欢迎回到首语新闻的现场 8月意大利波隆纳听障保龄球世界锦标赛 中华听障保龄球队去夺下了两金四银七桶 在世界排名第四 亚太区输给了韩国 而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原班人马要再挑战桃源听障亚运 希望可以发挥地主优势 把金牌留在台湾 一个漂亮的曲球打出全岛 他是林承恩 原本是自由车选手 转换跑道该打保龄球 第一次国际赛就是在今年8月 意大利波隆纳听障保龄球世锦赛 从背取地步成为国手 意外为中华队拿下男子盟组赛银牌 先生福叫我赶快过去 比赛在刚刚五点钟已经开始了 我就急着赶到球馆 心里都还没有准备好 就忘了要紧张什么都忘了 顺顺地丢成绩都维持在每一局200分左右 正面银牌让林承恩很有信心 桃园听障亚运 成绩要在更上城楼 各轮赛将锁定金牌 林承恩球技越来越好 全都归功于对上老将谢胜福的指导 动作上面邱锦玲主要是飞碟球 林承恩和我一样专攻曲球 那邱锦玲的飞碟球我不懂 要靠教练指导 反而我和林承恩可以互相切磋技巧 教练高海远表示目前对上谢胜福 黄淑敏 张瑶茜几人比赛经验丰富 不管是个人赛还是团体赛都有机会夺冠 对手我们统计在是在自己的心理层面上 选手的自己抗压 还有他有没有办法去承受压力 而不是哪一个国家 是自己 曾在2013年保加利亚听奥 为中华队夺下保龄球项目 唯一金牌的黄淑敏说 克服压力的不二法门就是苦练 之后亚太的集训 教练开始注意 关心选手的状况 要求我们练习对角球 从礼拜一一直练到礼拜五都一样 先不练曲球 一直练对角球 每天反复练到熟才可以开始练曲球 这样才会打得更好 不容易出错 加强体能训练 把状况调到最好 希望届时能发挥地主优势 把金牌留在台湾 记者 牛新闻 王新忠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